由驱世科技工程师联手打造的VR虚拟实境星际体验车 今天来到了积极国洲 这台专车将会陆续在全台走透透 顺入各偏乡校园 预计未来将有1万人士可以亲身体验 由驱世科技公司 关怀台湾文教基金会等打造的星际体验车 自1月份起 陆续开建线内各校园办理 VR巴士体验活动 预计将由18所学校学生受惠 我很高兴有MofaVR巴士来我们学校 可以让我们有这个体验机会 我觉得很棒 让我们小朋友开一个很大的眼界 让我们也期待我们小朋友 在之后能将今天的体验 带到我们的课本上互将的学习应用 县府教育处都学陈正义表示 驱世科技将这台专车的首发行程开到南投 让南投的学子守会最多 他也表达感谢之意 更令他们愿意分享与协助基层教育工作的理念 让学生能够体验太空的一个虚拟模镜 让学生感受这个科技的进步 我们希望学生将来在学校教育的时候 能够发挥你的创意 学习新的东西 跟世界科技的结合 让我们在生活当中也可以有创意 驱世科技执行长陈一华表示 他们呼应关怀台湾文教基金会 激发偏乡孩子潜能的理念 打造这一台专属的VIA专车 藉由启发多元智慧与创意思考 寻求将来能应用在教育或各领域的可能性 我们还特别去量这个车子 本来是要用大巴士的 结果发觉说偏乡那个大巴士开不上去的 所以我们后来选用这种中型的巴士 然后目的就是希望说能够开到偏乡 然后小孩子有机会第一手体验到新的科技 然后也许能够启发他们对世界不同的想法 因为VR有太多好玩的 都是如果过去的都是上课下课考试成绩 用这样的方式可以让游戏的体验的探讨 然后变成自己来打造来制作分享的 如果用这样的这种方式快乐地学习 所以很自然地就把自己的自信培养出来 同时启发了自己的潜能 这台游区市科技公司工程师 联手打造的VR虚拟实镜新气体验车 是利用电脑技术模拟出一个立体 高拟震的3D空间 当学生戴上VR眼镜之后 可在虚拟的环境下传说与互动 一年内这台专车将会全台走透透 深入各偏乡校园进行 预计将有一万人可以亲自亲身体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